我的老婆小美,虽然三十岁了,但身材保持得很好,西腰翘臀大长腿,还有她那张精致的少女脸,眉目娇艳好看,笑起来就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美人一样,谁看谁迷糊,尤其是她怀孕期间该长肉的地方肉感丰满,该瘦的地方一点多余的坠肉都没有。 加上她运气身上特有的迷人味道,简直韵味十足,秀色可参,让人恨不得想一口吞进肚子,小美以前是在大城市工作的,早已到了结婚的年纪,于是家里人就让她别在外面辛苦打拼了,回来我们老家这个小城市。 结婚生子,踏踏实实过日子,我们第一次相亲见面的时候,小美就对我坦言,她曾有过两个男朋友,我很喜欢她的坦诚,这样的美女,如果没有过男朋友,那才叫见鬼了。 对于她的以前,我表示能够接受,几次约会下来,我发现自己无法自拔地爱上了她,她对我也表示满意,于是我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都说女大三宝金砖,这话一点不假,小美就比我大三岁上得了厅堂,下得了厨房, 并且,还非常懂事体贴,很会疼人,即便是孕期,她也会考虑我的需要,定期为我释放。 甚至,有时还能让我享受到进口服务,说心里话兄弟们,能娶到这样的老婆,我感觉祖坟都冒清烟了,老婆怀孕以后,我们一家无微不至地伺候她,尤其是我,在她面前,简直像个伺候主子的奴才一样, 在检查得知,小美肚子里怀的是双胞胎后,我们一家更是开心得不得了,把小美像祖宗一样供着。 然而,正当我们一家人沉浸在喜悦当中时,一个自称是我老同学的人,申请添加我微信好友,我通过后,对方直接发来一个小视频,当我看到视频内容时,顿时怒血狂飙,如造雷批。 视频里,一个带着肚子的孕妇,在和一个精神伙子做四百零四的羞耻勾当,虽然视频的话质不太高清,可我还是认出了那个女主角孕妇,就是我的老婆小美。 那段视频里,即便带着肚子,他们还是玩得花样百出。 解锁到了极致,甚至,有些地方是我都不曾抵达过的,打死我也不敢相信,我的老婆竟然会背着我做出这样的事情。 并且,还是在怀孕期间,我气得浑身发抖,血压狂飙,恨不得立马长出翅膀飞回去,一刀宰了这对狗男女。 然而,视频中的几个细节,让我发现,好像有点不对,视频里的孕妇,看上去怀孕最少也有五六个月了。 而我老婆在怀孕两个月的时候,就为了洗头方便,剪了短发,可视频中的孕妇却是长发,而且还扎着双马尾。 我老婆在眉剪短发之前,头发也没这么长,我心里不禁泛起了嘀咕,难道这世界上真有长得这么像的人,并且,还好巧不巧的都是孕妇,还是说,他们为了架势,刺激,特意戴的假发,因为在视频中,确实有双马尾加攻速的激情片段,可是,按照视频里那种力度。 假发那样用力拉拽,难道不会掉吗?我特意回放了一下视频,发现拉拽的是马尾的根部,如果真发和假发绑在一起,这样拉拽不掉,也是有可能的,还有一个疑点。 视频中,孕妇的私密处有明显的体毛,而且还很浓郁,而我老婆在怀孕初期,就遵照健康医生的建议,为了防止细菌滋生,定期刮毛。 我天天和老婆在一起,这一点我很能确定,她怀孕期间,那里都是白白净净的,难道体毛也有假的? 为此我特意上网搜了一下,没想到还真有卖这种东西的,可是, 谁会这么变态,贴甲体毛,白白净净的不香吗?这些疑惑在我心中挥之不去,即便我现在,把这段小视频,拿到老婆面前质问,这两处疑点也是说不过去的,为了弄清楚真相,我把那段小视频加密保存了起来,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一样,回到了家。 晚上,我趁老婆熟睡之际,查看了她的手机,翻了她平时用的包包,结果都很正常,接下来的几天,我故意提前下班回家,或者上班出门后,杀个回马枪,但是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,我还偷偷在家里安装了隐秘的针孔摄像头。 绑定了手机,随时观察着家里的一举一动,一连十来天,什么异常情况都没有,小美怀孕后手机就很少拿,因为害怕辐射对孩子不好,所以,她在家看手机打电话都不多,也不接触什么人。 在怀孕初期,小美就报了一个孕期辅导班,每周有两节孕期保健课,每节课三四个小时,就是孕妇们学习一些孕期知识,做做育儿保健操什么的。 可是,老婆的孕期课,基本上都是我负责接送的,有时候,我甚至,就在他们提供的家属休息区,喝杯咖啡,玩玩手机等他。 由于在这里面上课的都是孕妇,所以他们的内部我从来没有进去过。 难道,有了这个想法以后,我上网查了一下这家孕妻辅导班,发现他们内部非常专业豪华,并且,二楼还有像酒店房间一样的VIP套房,可供会员深度体验和休息。 所以,我把辅导班的套房和那段小视频上的地点对比,发现极其相似。 但是,我又不能完全确认,因为酒店套房基本上都是大差不差的。 于是,我趁着周日老婆上运期课,把她送进去一个多小时以后,搞了个突袭,我边下车往辅导班走。 编给老婆电话,她在彩铃即将想完的时候才接听,老婆,在干嘛呢? 我,我在做,做有氧体操,小美的语气交喘,听上去有所压制,像急了那种时候,正在进行时的状态。 小美像是抑制不住,突然叫喊一声,听上去极其诱人,我听得心里一沉,还是随口问了一句。 你,怎么了? 没,没事,你,你打电话,让我分心了。 哦,我,扭到腰了,哦,疼,我越听越不对劲,那便已经直接挂断了电话,我加快脚步。 走进辅导班的大厅,直接朝挂着男士纸布牌子的后门走去,前台女孩见我往里面走,急忙上前拦住,先生,您不能进去。 我不顾她的阻拦,继续闷头往里钻,先生,里面都是孕妇在上课,不方便进去的。 前台直接拉住了我的胳膊,我。 我灵机一动,我老婆在里面扭到腰了,您太太扭着腰了,我去帮您看看,你千万别进来。 前台也紧张了起来,说完急步走进了后门,我等前台进去以后,悄悄溜了进去。 这里面是一大片宽敞的区域,有休息区,健身区,甚至还有一个小型的水疗区和汗蒸房,我刚走进去,就看见一个穿着训练装的女孩,搀扶着我老婆朝这边走来,她单手扶着腰,行走缓慢,看来刚才的确是在坐操扭到了腰,我急忙迎过去,老婆你怎么样了? 她用手背轻擦了一下脸上的薄汗,一脸委屈埋怨的样子,都怨你,不知道我在上保健课还打电话,怨我怨我,对不起老婆,你腰怎么样了? 就是扭了一下,叉气了,没那么严重。 这时,健身区几个衣着凉爽的孕妇,发现有男人进来,有的急忙躲开,有的忙拿起衣服遮掩,老婆看到后,哎呀一声,你快出去,这里都是孕妇的私密场所,快出去快出去。 好好好,我急忙扶着她往外走,她顺势靠在我身旁,挽住我的胳膊,看来,是我误会老婆了,她这么温柔体贴,善解人意,怎么可能是小视频里那个浪夫呢? 不可能,绝对不可能,回到家后,我帮老婆揉了一下午腰,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,老婆悄悄告诉我,告诉你个事,这两天我发现,孩子好像有吃的了。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,老婆拉起我的手,放在孩子鼓囊囊的饭碗上,我顿时明白了,有奶了,这么快,我难掩兴奋的声音,老婆娇羞地点点头,健康老师说,这两天是相对安全期,你饿不饿? 我激动地一咕噜爬起来,饿,饿坏了,老婆红着脸一笑,小声说,孩子也饿了,我坏笑一下,轻揉着孩子的饭碗,你先喂饱我,我转化一下,再给孩子送进去,哎呀,羞死人了,什么虎狼之词,姐姐脸都红了,老婆娇羞地钻进我怀里, 她心情好的时候,会对我自称姐姐,仅限于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,那晚,当我们恩爱的时候,我不受控制地又突然想起了那段小视频里的画面,于是我挪动了一下,想从后门而入,老婆突然一击零,夹紧双腿,你要干嘛? 不可以的,咱们还从来没有尝试过呢,就是一下吧,说不定感觉会更好呢,我见笑着说道,不行不行,你可别折腾姐姐了,赶紧打消这种念想,多脏啊。 接下来,不管我再怎么耍无赖,苦苦哀求,老婆就是死活不肯。 其实她这样,我心里反倒是挺高兴的,这也再次证明,那段小视频里的浪妇,绝对不是我老婆,就是长得很像而已。 我的老婆冰清玉洁,怎么可能出轨,怎么会做那种她都嫌脏的事? 以前我居然还怀疑她,我真想给自己一个大嘴巴。 然而,打脸来得猝不及防,就在两天后,我在正打算卸载掉的监控APP上,看到了令我当场崩溃的画面,我的老婆小美和一个中年男人,正在我们客厅的沙发上如胶似漆。 而那个男人我竟然还认识,并不是小视频里那个精神小伙,而是我老婆运期培训班的老板。 有一次我在等老婆下课的时候,看见这个男人过来拿营业执照,前台喊他老板,因为他是个光头,所以我有印象,监控视频里,正当这对狗男女准备深入交流的时候, 我老婆突然拦住了光头,以后不能在这里了,我马上到预产期了,家里随时会来人。 这样不是更刺激吗?光头剑笑着,用手挑逗着我老婆,哎呀,你想搞死我了? 对啊,就是想搞死你这个小烧啊。 光头一脸坏笑,挺着身子。 准备再次深入交流,不行不行,这样会出事了,我感觉我老公最近都有点怀疑我了。 我老婆夹紧双腿,用双手推着光头的胸脯,说不定,她已经在家里什么地方撞了针孔摄像头了。 哦,那正好,让她看看现场直播啊,哈哈哈哈,我气得咬牙切齿,火冒三丈。 踏马的实在看不下去了。 我直接抓起车钥匙,冲出办公室,一路狂飙来到小区,平时半个小时的车程,我起码缩减了一半,我刚到家门口,就听见客厅里还在恩爱的声音。 这踏马大中午的,也不怕邻居听见。 踏马的这对狗男女,肩夫淫妇,我气得浑身发抖,血压飙升。 指纹解锁后,我哐当一脚踹开了房门,由于声响太大,里面的浪叫戛然而止。 我紧钻双拳冲进去,客厅里的狗男女一阵慌乱,光头抓起裤子,一跳一跳地穿上了一条腿,我老婆却直接拿着抱枕护在了身上,踏马的这对狗男女。 光天化日的,居然连窗帘都没了,踏马的。 我气得怒发冲冠,双眼冲血,抓起玄冠柜子上的花瓶,直接冲到光头跟前。 光头这时,也刚好提上裤子,一边往后退,一边胡言论语,哥们儿,误会了,误会啊,误会你妈。 你踏马一不小心跑错了房门,没注意上了我老婆啊。 我踏马还得跟你说声没关系,下次注意点啊。 草你妈。 我怒骂着,一脚将光头踹翻在地,然后跟上去,手起平落,砸在了他那颗恶心的光头上,花瓶应声而碎,光头的头上也破了个口子,流出鲜血,光头捂着脑袋,连滚带爬地往门口跑。 我三两步追上去,正准备再来一顿拳脚,这时老婆小美却趴着地上抱住了我的腿。 老公我错了老公,你消消气,这样闹出动静,邻里邻居会知道的,万一传到爸妈耳朵里,老公我求求你了,求求你了。 小美一把鼻涕一把泪得苦苦哀求,我气得要死,直接抬脚,想要把她甩开,没想到她却抱得更紧了。 光头趁机溜走,重重地摔上了房门,我抓起小美的头发,正准备一巴掌扇过去。 小美却突然双手捂住肚子,痛苦地哭喊起来,啊,疼,疼死我了。 老公,我疼了,疼死了。 她苦痛地在地上打滚,我看她不像是装的。 心里突然说不出的滋味,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女人,此时看上去痛不欲生,如果患事半天前,我一定心疼得要死。 这是我看见,她身体里有粘稠的液体流出,弄在了地板上,甚至还带着一点血丝。 我,我羊水破了,快,快帮我叫救护车,呜呜,求求你的老公,小美提着一口气痛苦地哭喊完,直接当场昏了过去。 即便她出轨了,即便我现在很想上去一把掐死她,但是,孩子是无辜的,我最后还是打了急救电话,陪着她去了医院,我不知道在手术室外坐了多久。 直到我父母火急火燎地赶来,接着她父母慌慌张张地赶来,两个多小时后,孩子刨腹产出来了,是一对双胞胎男孩,母子平安。 看着两家长辈激动地相拥而庆,喜极而泣,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,因为我现在都踏马不能确定这对孩子是不是我的。 由于早产两周,又是双胞胎,孩子生出来后,就被直接放进了保温箱,即便我现在最想做的是亲子鉴定,但目前的情况也是不允许的。 一连十来天,双方父母在医院的单间病房里轮流照顾着小美,他们甚至都在商量着孩子满月酒的事宜了。 而这些天,我基本上每天都在戒酒消愁,双方父母虽然也好像看出来我不太对劲,但都没多说什么,可能是他们太沉浸在幸福的喜悦当中了吧。 有天晚上,我推脱不掉,被父母强制安排直夜班照顾小美,夜深人静的时候,小美突然起床,跪在了我面前,低声地对我哭诉,说她错了,求我原谅。 她说,只要我原谅她,她绝对不会再犯错,还说以后我怎样,她都不会管我,甚至还说,即便我以后领人回家,让她一起服侍,我都可以,我心如死灰,一直没有说话,你看咱爸妈都多开心,求求你,不让他们知道,不要让他们经历大喜大悲,他们都上年纪了,受不了这种打击的。 小美抹着眼泪。 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,她确实很懂男人,因为她这句话,正是我现在最过不去的坎。 你,你也知道啊。 那你为什么还要? 我咬牙切齿,恨不得当场把她的脸撕烂,对不起老公,我知道错了,你就原谅我这一回,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,咱们一起孝敬爸妈。 我沉默了很久很久,然后鬼使神差地开口说,等我做了亲子鉴定再说吧。 老公,孩子是你的,我保证孩子绝对是你的。 小美抱着我的腿,你以前不是说,我闺蜜婷婷婷很漂亮,很有女人味吗? 她现在单身,她也说过你很有魅力,如果你。 你给自己积点得吧。 我打断她,起身走出病房,来到住院部的门口点了一根烟,狠狠地抽了两口,第二天下午,我又在家里喝闷酒,门铃突然响了起来,我一边问谁啊。 一边过去开门,没想到,门外竟然是小美的好闺蜜婷婷婷,我想起昨天小美对我说的那些话,现在看到婷婷,顿时感觉不太自在,我听小美说,你最近压力大,天天躲起来一个人喝闷酒啊。 婷婷说着,不请自入,直接走进了房间,婷婷比小美小一岁,长得细皮嫩肉,肤白貌美。 一双大长腿匀称笔直,能夹死个人,结婚之前我就知道,他们俩是高中同学,感情很好,亲如姐妹,小美让你过来的吧。 我已经喝了大半瓶白酒,此时看着眼前穿着真似吊带连衣裙的婷婷,多少有些心愿意马,是啊。 婷婷对我眨眼一笑,我来陪你喝两杯。 她,跟你说我们的事了,我坐在餐桌前,把杯子里的小半杯白酒一饮而尽,我们,婷婷含笑看着我,拿手指着自己的鼻子,是咱俩? 还是,你和小美?婷婷这么一反问。 我大概已经知道了,小美什么都跟她说了,婷婷今天能单独来找我,证明她也同意了小美的一些要求,婷婷见我不说话,笑盈盈地坐在我旁边,直接拿起酒瓶,给自己倒了一杯,来,咱俩喝点。 三杯酒下肚,酒瓶也空了,婷婷小脸红扑扑的,更显得美艳迷人,诱惑十足,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微妙。 婷婷缓缓起身,提了一下裙子,直接抬腿一胯,坐在了我的大腿上,我顿时脸颊发烫。 心跳加速,婷婷和小美都是大美女,小美看上去温柔贤惠,婷婷则是带着性感野性,你也知道,我离婚三年了,以后也不打算再相信什么狗屁婚姻了,怎么开心就怎么过呗。 婷婷双手还着我的脖子,吐气如蓝,我早就听小美说你很棒,如果你不是我好闺蜜的老公,我早就想试试了。 说实话,我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,也幻想过三五成群,甚至小美出轨后,我几次都想抱负性撒气,现在婷婷这样的大美女如此主动,搞得我浑身膨胀。 躁热难耐,借着酒尽,我俩在餐椅上疯狂地拥吻,互相撕扯着彼此的衣物,然而,就当即将进去正题时,我却突然停住了,婷婷,我们不可以这样。 我抓住她光滑细嫩的胳膊,阻止到婷婷醉眼迷离,气息已经加重,难道你不喜欢吗? 我,我不知道当时自己的具体想法,但是唯一残存的一点理性或良知告诉我,这样不对,我知道你喜欢,别说话,喜欢就好,我让你体验不一样的,婷婷再次抓住我,准备深入交流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突然鬼使神拆的,直接一把推开了她。 婷婷摔在地上,瞬间变脸了,你是嫌弃我吗? 婷婷黑着脸说,不是,婷婷,我,我觉得这像是一种交易,我心里不舒服。 我顿了顿接着说,小美,她,她是犯错了,但是,我这些天也想明白了很多事,如果孩子是我的,我,双方父母都上年纪了,我,婷婷,你,你又是小美最好的闺蜜,大家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,如果让你成为牺牲品卷进来,我,也内心不安。 我确实有点喝多了,嘴开始碎,话也说得唧唧歪歪的,听听听我婆婆妈妈的说完,神色突然变得认真起来,然后,她套上吊带裙,拿起我面前的烟盒,抽出一支点燃,缓缓地吸一口,看着我说,小北,你是个好人。 她说完,把烟拧灭在烟灰缸里,然后直接离开了,两天后,两个孩子终于从保温箱里转入了病房,看到那一对可爱的双胞胎,四个老人笑得合不拢嘴,而我却心乱如麻,我本来想立马就拿孩子的毛发去做亲子鉴定的,但双方父母都在,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。 等到晚上我轮夜照顾小美的时候,她看着两个可爱的孩子,头也没抬地问我,听听这两天去过咱们家了吧。 嗯,我简单地恩了一声,也没有过多解释,小美露出了一丝笑容,像是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,我猜她应该是误会什么了。 是啊,婷婷那样的性感大美女主动投怀送抱,哪个男人扛得住啊?我也懒得解释这些,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亲子鉴定,如果孩子真的不是自己亲生的,我也下定了决心,早做打算。 我走到两个孩子的婴儿床前,打算剪一点他们的头发,没想到,小美直接当着我的面拿出一把小剪刀,将两个孩子的胎毛各剪掉了一缕,递给我。 我说过,孩子绝对是你亲生的。 她说这话的那一瞬间,我甚至不想接过她手中孩子的毛发了,不想再做什么亲子鉴定了,我愿意相信她一次,不为任何人,就因为我到现在,也依然深深地爱着她,无法自拔,坐一下吧。 这样你也能彻底放心,以后也不会再犯心病,我说过的话算话,以后咱们一起好好过日子。 小美说着,突然抱住了我,钻进了我怀里,第二天,我犹豫再三,还是开车去了另一家医院,准备做亲子鉴定,然而,我没有想到,鉴定结果需要十天后才能拿到。 我当时也没有查得那么详细,这东西也第一次做,谁踏马会有经验。 五天后,小美带着一对双猫胎孩子出院了,我妈和丈母娘,直接住进了我家里伺候月子,我只能睡沙发。 又五天后,医院通知我拿鉴定结果的那天,婷婷突然一大早,给我打了个电话,说,就在我家小区地下停车场,有话要告诉我。 还必须见面聊,我不知道她有什么话要告诉我。 但听上去很重要,我来到地下停车场,找到了婷婷的车,直接打开副驾驶的门,坐了进去。 这些天,我纠结了很久,还是决定对你坦白。 婷婷直接开门见山道,她说着拿出手机,找出一段小视频,点开播放地给我。 我当场震惊,因为那段小视频我看过,正是我加密保存在手机里的。 你,你怎么会有这个视频? 我不解地看着婷婷,因为这条视频就是我发给你的。 我再次震惊,因为当时我看到这个视频,心里很不爽,就想报复一下小美,于是就用小号加了你。 我觉得她说的,好像哪里有点不对,想了想,问道,你,你是小美的好闺蜜,这个视频为什么让你觉得不爽,让你想报复她发给我? 视频里那个变态男,是我前夫。 我差点惊掉下巴。 张大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你没见过我前夫,所以不认识她,我三年前和她离婚没多久,就知道小美和她搞伤了。 婷婷点了一根烟,苦笑一下,没想到她俩居然现在还没事就出来开房,肚子都这么大了,也不注意点。 那你,居然还能和小美关系这么好?我简直不敢相信她们乱成啥样了。 前夫了,我俩离婚又不是因为小美,她非要捡我吃剩了扔垃圾桶的,我能说什么? 婷婷抽了一口烟,谁说我和小美一直关系好?我俩早就只是利益关系了。 我摸出一支烟点着,狠狠地抽了一口,婷婷接着说,你知道吗,那段视频还是我前夫那个变态发给我的,可能是为了向我炫耀吧,让我看看我离开她,她能过得更潇洒。 我已经完全麻木了,整个人也已经抽离了震惊和愤怒,她让你去我家找我,目的不只是为了补偿我吧。 我问道,补偿。 婷婷冷笑一声,你太天真了。 她答应给我二十万,先给了我一半的预付,让我帮她做两件事,第一拿下你,拍下咱俩的照片,第二,伪造你和双胞胎的亲子鉴定结果。 这也能伪造,如果那天你睡了我,后面的事就不是你说的算了。 婷婷这话我倒是信,我抽了一口烟,她一开始就不是真心和我结婚的吧。 那我就不知道了,她如果是为了钱,可以找到很多有钱人。 我估计,她是为了让父母安心,也可能是真心和你结婚的吧。 但是,你一个人,绝对满足不了她的,她看上去大家闺秀正正经经的,其实骨子里就是烧。 你知道,她以前在外面做什么的吗? 给有钱人当情人,也做过皮肉生意,这些年,她攒了不少钱,有时候,她还会介绍我去一些场所,报酬确实不错。 我把烟头随手扔出车窗,她让你伪造亲子鉴定,应该不是想接着和我真心过日子吧。 婷婷沉默了一会,说道,她和你结婚并不是冲着钱,说不好听的,你家都不一定有她存款多。 但是,现在事情败露了,那就另当别论了,这种事情,即便你暂时原谅了她,以后早晚也是绕不过的坎儿,大家都是成年人,这些你都应该明白。 还有,孩子也始终是最大的隐患,所以,以我对她的了解,就她的手段,不出两年,你这套婚房,还有你爸妈的住房存款,都会被她收割干净。 如果再狠点,她还会让你向亲戚朋友借款,甚至让你各种贷款网贷。 我相信婷婷说的这些话,我忍不住咬牙骂了一句,贱人,都夫,其实,我早就想和她有个了断了,这半个月,我终于想明白了很多事。 婷婷看了我一眼,冷笑了一下,那天我去你家,你让我知道,这世界上居然真他妈的还有良知这种东西,我还是要谢谢。 谢谢你,谢谢你,婷婷,我说着,从钱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,秘密是小美的生日,你知道的,你救了我,这是我一点心意,一定收下,我把银行卡放在副驾驶的前面。 那张卡里正好有二十万,原本是我准备交给小美的,即便我已经猜到了亲子鉴定的结果,但当我拿到那张纸的时候,还是震惊了。 两个孩子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,而且两个孩子居然还不是同一个父亲。 我拿着亲子鉴定结果,直接回到家。 小美的母亲没在,家里只有我妈正在给小美炖鸡汤,我面无表情地直接走进卧室,把鉴定结果甩在了她脸上。 小美看到我的那一刻,似乎已经猜到了什么,她突然一改往日稳重贤惠的模样,立马便得像是个恶毒的泼妇,大喊大骂着,目停停。 你这个臭货,敢踏马骗老娘。 拿了老娘的钱,居然吃里扒外。 她满口脏话,气急败坏地指着我,还有你林小北。 当初想娶老娘的多得事,肥变哪个都比你强十倍百倍。 老娘他妈的便宜了你,你他妈的居然还不知好歹。 我看着她,在我面前暴跳如雷,心里竟然没有了一丝波澜,我妈听到动静,急忙小跑着过来。 此时小美已经在卧室里发疯发狂地乱砸东西,两个孩子也被吓醒了,哇哇大哭了起来。 我妈想去抱孩子,却被我一把拦住了,孩子不是咱们家的。 我捡起地上的亲子鉴定结果,递给我妈,我妈当场就哭了,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个字,浑身抖得不行,我看着披头散发的小美,这个房子我会委托人来处理。 说完,我拉着我妈的胳膊,头也不回地走掉了。 一路上,我妈哭个不停,我也没有安慰她,回到我爸妈家,我把事情一五一十说给了他们听,他们虽然完全接受不了,但没办法,这就是事实。 我现在唯一确信的是,那天晚上,婷婷来我家里,我的良知战胜了贪欲,我最终把持住了,要不然,接下来,我一定会被小美这个毒妇害得很惨很惨。